身上的衣服 褲子 鞋子 沾滿白色灰塵 男子仍然不放棄 徒手挖掘瓦礫堆 因为这片废墟底下 还埋着他最挚爱的亲人 家在伊德利部的叙利亚男子 伊布拉辛地震当下 顺利带着妻儿逃跑 但他住在这里的舅舅 表兄弟跟远房亲戚 就没这么幸运 伊布拉辛与白亏对成员 这两天没日没夜挖掘 可惜救出来的亲友 全弃绝身亡 他自知其他人 应该也凶多吉少 越讲越哽咽 这位叙利亚爸爸 同样无法接受 从今往后 只能刷着手机里的女娃罩 诉说思念 因为内战关系 阿布都拉赫曼 举家搬迁到北部 叛军掌控的坚打里斯镇 怎料一场强证 震出生离死别 现在的他 带伤躺在临时病难所 连亲女被下葬在哪 都无从得知 叙利亚北部被强政蹂躏 从空拍画面清楚可见 从阿勒坡连接 土耳其南部 哈泰省的主要道路 已经柔长寸断 联合国正在设法 恢复援助行动 希望将灾区 最迫切需要的搜救设备 食品 医疗 跟预寒用品 赶在本周跨境送到 叙利亚 华语新闻 叙利山综合报道